右邊 右邊 前方前面都說的就是一名通緝犯 遠景不動聲色緊跟在後 趁男子還沒下車 上前撲抓 下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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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這名男子生命毒品通緝犯 讓警方登門找也找不到 沒想到就在路上遇到 推斷名男知道自己遭通緝以後 不斷更換常陸地點居無定所 另外鳳山這名男子身上帶著毒品 起就逛大街 一連闖了好幾個紅燈 行蹤已經被遠景盯上 遠景懷疑他持有毒品 卻被對方一秒否決 男子要求先抽煙放鬆 沒想到煙盒採缸拿出來 藏在裡面的毒品 立刻被眼尖的遠景看到 明明帶毒品還說謊 最後遭到壓制的男子 這下毒品被沒收人也超狼狽 還向遠景多次抱歉 自己沒說實話 弄上一出大街肉婆站 記者葉正宇 林志慧 高雄報導 我是徐國豪 在中視新聞首次坐上主播台 體會到播報新聞 所需要的穩健台風 以及掌握突發即時新聞的隨機應變 為觀眾播報最即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 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 我會拍攝好看 我會拍攝好看